Hello各位早晨,Where to Invade Next? 又或者是跟著打火鍋,如果在香港上的話,我覺得應該改名字 當然這齣電影不會在香港上,我相信我甚至不肯定會不會在iTunes Store 即是香港的iTunes Store有得買或租 因為這個Michael Moore很出名拍攝的紀錄片大導演 那些電影差不多跟美國有關,即是站在美國公民的角度 去拍他的電影,全部都是跟美國有關的 但當然有些電影,尤其是他拍得最好的,例如Sickle,就是他拍得最好的電影 他雖然說的都是一個美國的問題,但我覺得對於世界各地 都是有影響,他說的醫療問題 Where to Invade Next?就是他最新的電影 他對上一出就叫Capitalism A Love Story,就是拍刺案危機 不只是說刺案,而是更宏觀一點 是說資本主義的 但他裏面很大部份是說刺案危機 我那一出我覺得是一般 他拍完那一出之後 到今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好像隔了五、六年而已 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拍電影,所以就拍了這出 他上的時候 那個票房是不好的 但其實一直以來他拍的那些電影 所以尤其是Bowling for Columbine Bowling in Columbine之後 他一直的那些票房其實都是不錯的 Fair Run在911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是過億的 在美國本土票房 但是這個票房他就仆值 所以最初我對這出戲就是有些懷疑 有些reservation 但是原來那個水準 和那個票房就是不掛勾 這出其實是一出很好看的電影 我覺得是 他算是非常好的 電影裡面 是排頭幾位 我甚至乎是覺得 那這出戲的故事 其實很難說 什麼故事 說他什麼主題 這出戲和其他電影不同 是沒有什麼主題的 例如他比較早期的 他就說他家鄉 即是說General Motors 即是說那些大財團 大商家的故事 例如Sickle就說醫療的問題 Bowling in Columbine 就是說美國槍擊案的問題 Capitalism a Love Story 就是說 美國金融體系的問題 他是很專注說一個的課題 在他很多的電影裡面 但是這出他就在一出電影裡面 就說很多的課題 他裡面包括有說 生嬰兒 教育的問題 讀大學那時候 欠債的問題 坐牢的問題 死刑的問題 他碰到很多的課題 因為在他之前那些電影 他比較出名的一個手法 那些人就叫做stunt 例如成龍拍戲 他會有些特技做出來 他就是在他的 紀錄片裡面會做出一些特技 所以所謂的特技 不是打彎斗那種特技 而是透過一些 特別的行動或者是姿態 去表達一些東西 例如比較出名的就是在Sickle裡面 他講醫療體系 他 就遇上了一群911的英雄 當時那些人 911 他不是消防員 但是一些平民百姓 他有份幫忙 去掘泥沙 去救人的時候 因為他長期在那個工地那裡做事 他就患了一些呼吸的問題 但是因為他不是 不是說一些消防員 不是說一些政府官員 現在他身患危疾 因為他的肺是真的出了事 但是美國的醫療體系 你看醫生是很貴的 窮人是真的會病死的 那他就說 喂 這些是911的英雄來的 我們之前在歌頌這些人 現在這些人 連看醫生醫病的錢 都沒有 當然對香港人來說 沒有錢看病是一個 一個常態 但是我來自加拿大 就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常態 因為加拿大看醫生 是不收錢的 是不是 甚至乎是 沒有一個選擇 可以付錢去看醫生 在加拿大 甚至乎是 Anyway 他說那怎麼辦呢 他的電影裡面其中一幕 就是他帶了這些人 去古巴那裏 就醫 他說古巴那麼窮 都可以免費看醫生 為什麼美國沒有 他就做這些 這些很簡單的道理 你一句對白說出來 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 他拍了一大段 原來他真的帶那些人去古巴那裏做這些事 透過那個影像去到衝擊 還有 那個過程是很搞笑的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是一個很荒謬的 狀況 他是演繹出來給你看 令到那件事又有意思又有搞笑 這些就是他出名做的stunt 他在這齣電影 通常他之前那些電影 他每一齣電影都有一兩個位 是有這樣的特技 他做了出來 這齣電影就不同 這齣電影是整齣電影都是這樣 他說美國現在就很不行 在各方面都很不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經常打仗就把錢都拼了 沒有錢 沒有錢發揮所長 沒有錢投資 跟民生有關的東西 所以他整齣電影 就是周遊列國 比較主要就是去歐洲的國家 有些比較發達 有些沒那麼發達 他也有去的 他說那些不同的國家 有一些 美國人是值得學習的東西 他就在那裏偷一些東西回來 所以他的電影就跟著打哪裏 他懶是侵略別人的國家 去別人那裏偷取一些 或者搶奪一些資源 而他搶奪的資源很簡單 不是石油 他說不是石油 只不過是別人那些很好的意見 他想拿回美國那裏做 他說 其實是一個諷刺 美國給那麼多錢 別人那裏拿石油 終於什麼都拿不到回來 他說我拍出電影 什麼錢都不用花 我只是搭機票去別人那裏 仔細地看看 就有很多好東西可以帶回美國本土 根本上就是 他整齣電影其實就是想做這件事 他這齣電影 平時 他講到很多美國的問題 他就很憤怒 又會去挑戰大商家的大財團 因為這傢伙其實心底裏面是一個左仔 我不覺得他膠 是一個左仔 他平時在他美國本土拍的那些電影 他就會有那種憤怒 滲透出來 但是這齣電影就沒有 因為他整齣電影在周遊列國 其他國家跟別人聊天 打交道 交往 所以由頭到尾 其實就是很輕鬆 好笑 當然 底裏面 感覺到他對美國是有心的 因為他有很多對白 其實他是寫得很好的 就是他之前舊的電影 截至於現在最新這齣電影 他很多對白 他自己的那種讀白 當然他不口口口的說出來 好似現在那樣 而是他一早寫定然後讀出來 那他其實是寫得很好的 那些都是 非常出色 他裏面 很多課題我都覺得很有興趣 例如說國家如何面對歷史 他覺得美國應該如何面對歷史 或者很多歐洲國家如何面對女權主義 美國如何面對女權主義 這出當然因為他涉獵了很多話題 沒有哪一個人說真的超級深入 例如醫療他也有提及 當然Sickle拍醫療拍得好看很多 Sickle我覺得是他最好的電影 這出不是他最好的電影 但我覺得一定是他最好笑的電影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是最有娛樂性 所以我覺得這出戲雖然他票房不好 但我給他的評分起碼有B 是值得買點珍藏的